浦门大桥旋锁桥本次震动主要原因是由于沿桥跨边护栏连续设置水码 改变了刚香梁的气动外形 在特定风环境条件 然后对这种旋锁桥的主览会进行一个检测 就是一个全方位的检测 据了解 桥梁震动分为颤震和窝震 颤震会对桥梁的结构产生影响 大桥时该路口仍然是封闭状态 广东省交通集团正组织40多名养护技术人员对桥体进行检测 第三个我们会对结构物会做行一个专项的检测 比如现在看到的这种西长的吊锁 现在因为政府震动了 那么这个吊点会不会受影响 会不会松动 我们会对这个吊锁进行一个检测 我们会对桥香梁里面会进行一个 沿着这个护栏立柱是摆了一层水码的 相当于把护栏立柱的这个透风的这个孔给堵住了 所以产生了窝症 那么现在大家能看到 现在桥上是没有水码了 所以明显这个窝症的这个情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